从每种看到呢好几名男子自杂货店前面扭打成一团黑衣男 这时候已经在店门口泼洒汽油 趁热的时候拿打火机点燃 这时候杂货店已经窜起濃濃黑烟 一伙人吓坏了马上拿灭火器赶紧先灭火再说 事发新北市新庄区福建路上今年5月中午12点多 原来涉嫌纵火的余姓男子当天到场请里长帮忙申请中低收入户资格 没想到申请到一半余姓男子认为门口有人在学他说话 因此与对方爆发口角 没想到里长协调到一半余姓男子就拿汽油泼洒杂货店 还拿打火机点燃 随后骑着脚踏车马上闹跑 索性火马上扑灭 而热心民众当时见状也马上将这名失控的男子压制 等警方到场处理 警方事后依恐吓公共危险罪嫌 还请新北地检署侦办 日前判决出炉 余姓男子遭判刑三年有期徒刑得一颗法刑